2015年5月22号 香港一女子在马鞍山西沙路跑步的时候 看到一辆Mini Cooper停在巴士站旁 车上有两名女子歪头首帅 跑步女起初不以为意 但是45分钟后 载她回程的路上 看见这辆轿车依然停在原地 奇怪的是 既然要睡觉的话 为什么还要绑安全带呢 跑步女上前敲窗 发现车上的两名女子完全没有反应 于是她马上报警 消防员到场时 发现轿车引擎还在运行 于是打破车窗将两名女子救出 可惜发现的太晚 送到维尔斯亲王医院后 已经救不回来了 这个时候 一个穿着医师跑的男子跑到急诊室 原来该男子是驾称女子的丈夫 是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的副教授 许金山 他同时也是这所维尔斯亲王医院的名誉高级医生 许金山马上认出了两名女子的身份 一个是妻子黄秀芬 现年47岁 坐在副驾时坐的是许金山的次女 许丽琳 16岁 验尸后发现 两母女的血液中 一氧化碳含量高达50% 一般来说 一氧化碳会跟红血球发生反应 让红血球无法把氧气输送到其他器官 导致人体缺氧 人体吸入浓度为10%的一氧化碳 就会昏昏欲碎 超过30%到40% 就会中毒身亡 许事母女一氧化碳中毒 初步认定 应该是引擎盖的死气候损毁 导致轿车燃烧式的尾气 没有正常排出 而是倒灌进车内 许事母女被发现是 轿车的车厢是密闭的 而且没有开启换气系统 才会吸入过量尾气中的一氧化碳导致中毒 诶?不对啊 尾气臭得要死 如果是尾气倒灌进车内 就算中毒再怎么快发作 如果闻到味道 应该都会第一时间打开车窗吧 而纯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 想必母女中毒的时候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中毒了 所以才没有采取任何的自救措施 那么车厢里的纯一氧化碳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许事母女事发当天开的Mini Cooper 空气含量可达到2300公升 而一氧化碳的剂量 只要达到空气中的0.32%即可致命 也就是7到8公升 一般的实验室 无法制成这么大量的一氧化碳 于是警方追查香港气体供应商 发现在案发前不久 有人购买了大量的一氧化碳 而这个买家 正正就是死者黄秀芬 的老公许金山 所任职的中文大学医学院 因此警方找到许金山的研究助理 他证实就是许金山以医学院的名义 构建了一氧化碳 研究助理还说自己亲眼看到 许金山将一氧化碳 关进了两个健身用的瑜伽球里 并将瑜伽球带离实验室 回忆的是 案发的Mini Cooper的后车厢 就有一个被放了气的瑜伽球 警方马上将许金山逮捕 虽然许金山承认瑜伽球的确是他的 而且他也的确关进了一氧化碳 但是这么做的原因 实际上是为了做一个实验 我将这个装了一氧化碳的瑜伽球带回家 其实是为了做一个研究 我想要用氧气来救活一氧化碳中毒的病人 刚好家里排水渠道经常有老鼠出没 所以才将一氧化碳带回家做实验 警方实验过后发现 在车上找到的瑜伽球 如果灌满气 大概是100公升左右 而一氧化碳在Mini Cooper的致死量 大概是7到8公升 但是如果瑜伽球灌满气 是无法塞进后车厢的 只能放在车后座 但是当天找到的瑜伽球 并没有活塞 他被放掉了一些气 故意塞在后车厢不让人发现 而且就算只有一半的量 也是致死标准的好几倍 要使车里的人一氧化碳中毒身亡 也是易如反找 另外找到瑜伽球的时候 上面还故意盖了一个蓝白胶带 感觉像是有人故意要将瑜伽球隐藏起来 正当所有矛头都指向许金山的时候 许金山竟然这样告诉征讯人员 只有莉莉知道瑜伽球里有一氧化碳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瑜伽球会在车里 我想可能是莉莉想要自杀吧 他把一切的责任都退到 无辜受罪的许丽林身上 但是许丽林的同学都说 他是一个积极生活的人 不可能有自杀倾向 不过许金山还有很多致命证据 他无法解释 警方找遍了整台车 都没有发现瑜伽球上的活塞 最终在许金山的书房柜子里 找到了那个活塞 另外 瑜伽球并不是用来装任何气体 或者运送气体的合适容器 更何况被运送的气体 是杀人于无形的一氧化碳 如果是普通人也就算了 但是许金山可是医学院的教授 实验室有各种唾手可得的容器 但是他却用一个可能会泄气的瑜伽球 运送致命的一氧化碳 而且案发时 法医就说了母女二人是一氧化碳中毒 但是许金山从来不曾主动跟警方提过 家里有两颗装了一氧化碳的瑜伽球 至于许金山杀气的动机嘛 原来在2013年 许金山就跟黄秀芬提出离婚请求 但是黄秀芬 以子女孩年幼无法得到悉心照顾 以其财产分配未能达到共事的理由 拒绝离婚 而许金山早在10年前 就跟自己的一个学生发生了失声恋 而这个学生 后来也成为了许金山的研究助理之一 直到今天 这段关系也依然存在 只是想不到许金山的杀妻之举 却也意外赔上了二女儿的性命 其实在5月22号这天早上 许金山曾经吩咐女儿不能出门 要留在家里做功课 可是女儿最后还是决定跟妈妈一同外出 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 许金山把瑜伽球放进车里 不过最终法院还是判定 许金山两项谋杀罪名成立 被判终身监禁 好啦 今天就就到这里 喜欢这部影片 欢迎分享留言 按赞订阅 或取最新的影片 跟这啦 拜拜